直播主月入八万喜 今天大家带来直集直播间的基地 究竟长什么样子 是的 这里就是直播主的直播间 小小一间有如专业的摄影棚 很难想象直播主要在这里 直播连续一个小时 不间断 那今天就是来体验 一日直播主的感觉 随着疫情发展 直播行业更是炙手可热 随时可见任何人在社群直播 也照着许多网红网美串起 更是许多年轻人 踏入职场的梦幻首选 但可别认为只要在镜头前 说说话 聊聊天 就可以轻松赚钱 事前准备功夫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哇 差点打劲 哇 这个头顶到哪里去 哇 这头那个 难怪光头 那个顶都没顶到 头发都飞掉 哇 真的是可惜可惜 我要讲这个背后的心酸是 你要忍受你背后有一些酸民 对不对 现在酸民打字都不用钱 所以一个字又不用付费 我是觉得可以以后规定 以后要留言就要付钱 对 这种酸民要罵你 还要付钱 哇 我看他应该不会付 他要骂你 他居然还付给你钱 我觉得这样就很棒 专业直播市场在台湾男女比约2比8 因应直播市场需求 更是24小时各种直播再进行 直播过程除口条反应力落外 更多才华及不同领域专长 才能不断圈粉与吸引目光 但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容易跟轻松 因为我觉得工作嘛 你做行政也好 你做什么都好 你只要是有努力花时间 我觉得都是值得被尊敬的 对 辛苦 我觉得 我觉得不会到辛苦 但是我觉得 失落感会有吧 就是 我觉得难免做什么工作都会有 就好比说 今天他明明就是你的粉丝 可是他 突然跑去 也许跑去喜欢别人 但我觉得喜欢可以分很多种层次 跟很多种人 但难免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不能成为我最忠实的那一块 透过专业直播软体放送各平台 海内外各地第一时间掌握直播主动态 在不同受众对象需求下 直播主生态也多元发展 无论是才艺直播 时矿直播 销售直播 甚至政论直播 华人直播越来越夯 在5G与数位时代下 掀起一股浪潮 或许下一个网红网美 就是正在收看新闻的你 收心的蔷薄 自伤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ASPN 宁晨飞 潘贯如 杨博裕 采访报导 下期待 下期待 下期待